我们把整个目前战场分成四个区块 那在克尔米娜以北一直到边界这边 我们称为北面 北路 那从克尔米娜一直到顿涅刺客 就是到狐狸达尔这边 我们称为中路 然后从狐狸达尔一直到 花斯利夫卡这一块这么长 我们称为扎波罗热这一线 然后再过来就是赫尔松 所以我们按照不同的战线 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那目前在过年 大家过年的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整个态势的情况 大概就是 俄罗斯在北面还是维持防御的态势 那他在中路 他是目前在做中路突破的动作 然后在扎波罗热这一线 他是施加压力给乌坎的防御的部队 让他不会不能轻易转移到其他的位置 目前打得最凶的那些苏利达尔 还有像阿特木还是在中路 对他还是中路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很早以前 就是那时候俄罗斯从195退守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画过 那时候我们有稍微猜测了一下 就是北中南 那俄罗斯可能会在哪边进行突破 那我们猜中路 那事实上现在也是在进行这一块 那我们为什么会猜中路 其实是有我们一定的道理 因为北部已经打烂掉了 那南部在赫尔松 赫尔松 俄罗斯如果要再往前推进 他必须要花费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在我们那个预测没多久 接下来就是赫尔松撤退 所以我们就看到赫尔松退缩到 老师之前是说赫尔松过河 其实非常依赖铁路运输 那铁路运输可不可以打烂 这场斩就不用打了 对因为你基本上你没有 你没有足够的补给来支撑 你发动一场大型公司 所以你在赫尔松那边 在投入资源是没有意义的 那北面跟南面是这样 唯一剩下来就是中路 所以我们那时候预测 俄罗斯会在中路去采取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预估的结果 OK 红点是什么 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些红点是什么 对红点 这是我们根据一个 亲乌克兰的网站 那他们有用卫星去观测 现在在战线上面 俄罗斯的据点的 强固化的情况 那他把一些战场上面 俄罗斯强固的据点 分别点出来 连呈现就会看成我们像这样 我们是把两张地图的资讯 套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 那当然北面这边 在俄罗斯境内 他有强固据点 这个理所当然 可是我们看到顿巴斯 这一线的强固据点 他又不是在前线 然后他蔓延的情况 又很特别 所以其实乌克兰的 这个亲乌克兰的网站 他去统计跟调查 俄罗斯的强固据点 其实他给我们的一个反证 就是这些强固据点 其实在顿巴斯战场 很多都是原来有乌克兰 在过去八年修阻的 那个19母北陆这一线也是吗 我以为是在去年秋天的 乌克兰反攻之后 俄罗斯紧急拉出来的 那他修的位置太后面 也就是说北陆这边 北陆这边可能 可能比 因为原本卢干斯克的位置很少 这一条是 应该是19母撤退回来以后 俄罗斯紧急修阻的一条防线 那我们看顿巴斯这个位置 顿巴斯的这些强固防线 其实他分布的位置 跟原本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 修阻的第二道防线的 相关位置很接近 所以其实他有 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机会是 就是俄罗斯打下来 乌克兰的阵地 那他就原地把它强化 就变成是俄罗斯的阵地 所以像这样的统计 我们只能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些强固防线 那我们另外一个佐证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 那这边的强固防线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走向是这样 那走向是这样 其实他要防御的是这一面 那俄罗斯是不会有这一面来的 那他要防他也是防这边 那只有在什么时候 会有一个这样子防御的走向 就是在去年2月之前 乌克兰为了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他的修逐方向一定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判断说 其实这里面他点出来 很多防御公司都是原本 乌克兰就已经修逐 那在中路很有可能 因为中路他等于是 等于是跟卢干斯克前进的方向 因为他要是封锁 对他要封锁卢干斯克 那原本这边就是就有修逐第二线的阵地 第一线阵地在这边 北部跟南部扎波罗斯这边 他现在都跟目前的战线平行 对他应该是俄罗斯在这样战争之后 强化的强化的 那看起来看起来这个北边这一直线 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是在去年秋天 这个所谓哈尔科夫大反攻之后 对对对 俄罗斯从195往后撤退之后 巴拉基亚195往后撤退之后 他在这一线修逐的 赶快修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乌克兰之后 在北面的攻势就被吸收掉 因为这个是按照众生防御的间隔修逐 其实你很难一次打穿这么深的防线 所以也是依赖这些强固防线 所以可以挡住当时乌克兰的冲击力 老师让你这样讲 你说北面这样子一条线 是个强固防线可以挡住攻势 那扎波罗勒这一线我很意外 他几乎已经修到第二层第三层了 对但扎波罗勒这边的问题 就是我们上次在提扎波罗勒 就是火力侦察 结果打穿乌克兰防线这件事 所以修这个防线的人一定很闷 我在那边挖三个月 结果你那边你的兵都已经掉走了 那火力侦察对面是空的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我们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战争是有迷雾的 就是你在当下 你并不晓得你的对手 做的布置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很多 不同的消息来源 多方去 可是这个不得不说 这也是因为 每个礼拜要上老师的课 所以当时在赫尔松撤退之后 老师认为 我那时候就问过你 你认为这个乌克兰会在哪里 地方去发动再下一波的攻势 你就说差不多了 但后来的情况的演变是因为在中部 阿特募这边 实在太夸张 在瓦格纳给打出了一些 然后牵制了赫尔松这边准备要 往南推的乌克兰部队 所以我们看他修阻 俄罗斯也知道 俄罗斯的研判跟我们研判 其实是差不多 我们研判是 乌克兰就是在赫尔松撤退之后 乌克兰总参谋部 他预计的发动公司的位置 一定是在这里 俄罗斯也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整个地图上面 防御公司修最密的是哪里 是这一块 对那表示俄罗斯的总参谋部 他也已经预期 未来扎波罗日会 这一线会是他 乌克兰主攻的方向 我们也可以看最近的 不管是鲍二或M1A1将来的 这些西方的坦克接收到以后 他主要运用方向 还是在这一路 为什么 因为这一路的地形最适合 坦克运用大平原 因为这一路以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也是坦克决战的地方 未来也还是 所以俄罗斯其实他已经 有在这个部分 他有做了一些预防的措施 所以今年 今年在扎波罗这边 一定会大打一场 我们的预计会打 但是在什么时间 不一定 而且现在的主动权 不在乌克兰手上 尤其这一线 这一线的主动权 不在乌克兰手上 这一线的主动权 在苏罗维京手上 就很抱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阿特募的 阿特募的被包围 导致东线整个乌克兰的 主动权已经全掉了 因为 你要不要救阿特募 你要救阿特募 那你就必须要抽军队过去 那你抽哪里的军队 也就是说 原本我们预期 可能在上个月会发生的 乌克兰对扎波罗热 开始做 试探性的攻势 为什么没有发生 因为当初原先 已经在扎波罗热 两个炮兵里 通通被调到 阿特募去支援 那没有炮兵 地面的攻势 很难展开 所以我们就预估 我们在一个月前 我们就预估 在接下来一个月 乌克兰在扎波罗热 这边不会有大的动作 那乌克兰不会有大的动作 接下来就是俄罗斯 会有大的动作啦 因为俄罗斯也会知道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他在南线要 给乌克兰施加压力 因为他要黏住 他要黏住现在仅存在 在扎波罗热这一线 还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让他不能轻易地 过去支援其他的战区 我们就预估了